又來到我們高明頂Beta的時間 先解答一些問題 我記得我之前做節目的時候 孫柏文和王葛在那時 我就說很榮幸請到他們兩個上來 然後孫柏文就說 經常都是你們兩個 今天現在看這個格局 大家就知道那天真的很榮幸 因為現在只剩我一個 所以有時請到兩位上來 三個一起聊天 都真的是一件很榮幸的事 不過不要緊 今天只有我一個都會照做 這個就是先處理第一個問題 處理第二個問題 我看下面很多留言都會說 哎呀 我們的音質不好 或者可能有時會斷線 諸如此類 其實我們都不斷在改善 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 去將我們拍片這件事做出來 因為之前拍片是做直播 直播可能的工具要求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這次轉一轉 我錄下了再拍 反正我見大家 上Facebook看的時候 都是晚上特別多反應的 我現在先拍了 晚上大家看和我現在直播 晚上大家看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 說完之後 你們晚上看是完全沒問題的 今天想說的賣頭話題就是 賣樓轉租 究竟是不是一個悲劇 長假期可能大家也有留意過一篇文 我身為這個 看好樓市KOL 很多人都立即WhatsApp我問 發了一篇文過來 就問你怎麼看這篇文 試完了 林一鳴博士就寫了一篇文 他就說賣樓轉租的悲劇 在那個故事裡面 他引用了一位財演 就說財演在2011年的時候 月入三四萬 是一個中產來的 非常之開心 月入三四萬 有樓 又做財演 即是有份正職 又有些投資 好像說投資不是那麼好 沒所謂 有份量 然後不幸的事就是 他2011年 他以專家的身份覺得 是時候要賣樓了 因為樓市要倒閉 然後2011年他賣樓轉租 開頭幾年就很開心 買了一輛車 因為你突然有一塊錢 那篇文說樓是600萬 然後他應該賺了多少錢 我都忘記了 賺了些錢 立刻就買了一輛靚車 但是好景不常 樓市一直升 他就要交租 他那一層是自住樓 交租交到現在 那層樓價值又升了 篇文就說600萬升到800萬 那他租贏了那些 他一來買了一輛車 二來交租交了七七八八 又上不回車 那今天就想說這個話題 究竟我們處身於這個社會 我們沒有這個買樓 或者沒有資產 是不是OK 是不是一個悲慘的故事 那麼 首先回到這篇文的回應 我還有一件事很想說的 就是大家好像失了益 因為編文第一個網民關注的地方 就是哎呀財演竟然賺三四萬這麼少 哈哈哈哈 在此笑他 擺明這些網友是失益的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他一一年賺三四萬 其實一一年那時候就立最低工資法 最低工資那時候還在爭論 究竟是20元還是30元 當然最後28元 立法初期28元 不代表我們支持 但是一個Benchmark 那時候是說一個普通的工人 是賺幾千元 即是洗碗那些 你一個財演賺三四萬 這是第一個助證 我都不找統計處的數字 我找一些活生生的例子 這是第一個助證 一個工人那時候是爭拗時薪 是20元還是30元 第二個助證就是 我忘記大家記不記得 2009年那時候發生了一件事 都比較多人說的 就是曾蔭權那時候的特首 就說會去樓價那些東西 有個律師 有個醫生打上去說 他男朋友是律師 他們兩個加起來都買不到樓 之後有報道說 好像他們兩個加起來 就大概10萬元月薪 那即律師加醫生 大概兩個加起來 隨意都可能是 五六萬左右 這是第二個助證 第三個助證就是 去到2012年又有些醫生說自己買不到樓 那篇文我現在都搜尋到 那個醫生說自己年薪九十萬 那即是七點五萬左右 每個月 那即是 你一個醫生都是在找五位數字那時候 你怎可以用今天的眼光去說 那個財鏈當年 找三四萬是找得少呢 即是 引伸出來的問題 其實原來很多人都失憶 忘記了我們現在是處身於 貨幣供應量增加 即是現在可能有一點點收緊 或者加息 那不要理 或者加息不開始停 不要理 情況比較混亂 我不知道三年兩月解答不了 但沒有那時候那麼寬鬆 但貨幣供應是由那時候 到現在到最盡的時候 是應該增長了七至八倍 你不能夠用今天這個物價水平 或者貨幣水平的眼光去看當日 究竟 當日 即我現在 今天就覺得三四萬 可能做一個財演來計不是很多 當日是 是多的 即當日三四萬是可以買到藍籌屋 我覺得大家就是有一個盲點 就是忘記了那時候 究竟是什麼世界 這件事是一件很糟的事 引伸到我們獅子山學會 如果想說什麼 就是原來大家是沒有記性的東西 忘記了當日是怎樣的 兩樣的價格是不同的 兩樣的價值都是不同的 當年的三四萬元 怎麼可以跟現在的三四萬元比呢 你現在覺得三四萬元不多 不代表當年三四萬元不多 玩下手當年已經是一個醫生的收入 那麼 也都會令到你 如果你對這個價格價值的敏感度不高 你在這個投資市場裡面 也都會很容易令到你 即會輸錢 你都忘記了以前 以前的價格是怎樣的 現在它隨便開一個價格你就接了 你覺得 哦 差不多 那你就接了 這個就是賣樓轉租的悲劇 sidetrack出來 旁置出來的一個話題 希望大家如果有些記性的話 其實以前的價格和現在的價格 是有參考性的 不要那麼容易善亡這件事